在讲求快时尚的世代 手工制更显得珍贵 尤其是接下来要介绍的手工制鞋 当年为了要学做手工鞋 宋志凡是从台湾最北的金龙 跑到了古都台南拜师学艺 但没想到遇上师傅欠债跑路 他是一边替师傅做鞋还债 一边累积自己的实力 从过去摆摊一周卖不到两双鞋 到如今返乡扎根 在金龙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也打响名号 带大家来看看宋志凡 不平凡的手工鞋创业梦 一早唤醒手工鞋行的 是温馨的妇女对话 从太太手中接过心肝宝贝 还出生不到大半年呢 父女俩还在培养默契中 阿扑 阿扑 你不是都阿扑 说起育儿宋志凡还是新手 但聊到手工智鞋 他可是一肚子学问 从鞋底开始就有大不同 这叫橡胶发泡 如果你要做纯橡胶如果这么厚的话 你一双鞋可能两公斤 所以一定要做发泡会比较轻量 那这个就是橡胶片 橡胶片它比较重 如果有根的鞋子 你通常鞋子里面要加一个叫做铁心的东西 不然你这边没办法施力的话脚会痛 这就是比较休闲鞋 锯齿 然后它这个排水性比较好 所以它就是比较防滑 手工鞋要做到实用耐穿 每个环节都讲求手劲 但不能光靠蛮力 得凭经验手感 不同材质的鞋面 力道的掌握拿捏也不一样 如果新手在抹这个的话 就会变成一坨一坨的 我刚开始抹也是一坨一坨的 然后因为你抹这个时候 它是软的 所以你手都要抓着 不然它没那么好抹 你就看它做 然后你就跟着做 他们也没有 这个不会有具体的东西 他就跟你就这样了 听起来每个步骤都很平感觉 但这真的是宋志凡当年 从学徒做起时 制鞋师傅教的 看一下高度 左右墙的高度很重要 弄完之后 锤子要抢 然后把这形状要敲顺 而他会踏上智鞋这条路也是如此 从做中学错 也从错里趁就完美 塞越紧越好 那我们要放烤箱里面 然后烤箱就是放15分钟 然后我想说 我很爱做东西嘛 我就去找 然后就看到台南有一个师傅在征学徒 然后我就是看到之后 我就是隔天我就到 我就直接就直接从去台南 然后我就去找那个师傅 然后因为他是师傅同意 师傅同意你就可以过去 然后同意之后 我就马上来台南找一间租的房子 我就决定租了 就三天内吧 三天内我就全部完成 为了学做手工鞋 宋之凡从台湾最北的基隆 跑到府城台南摆施学艺 但没想到 第一个跟着师傅 留下巨额债款后便不知去向 我坐坐坐 一开始都很正常 然后到后面师傅开始有一点问题 就是可能两天会不见一天 就是讨债集团 来讨债 对 然后之后三四个月 他开始不见 人间蒸发不见 我继续做 我就把他的工作我就自己做 那段日子 上门讨债的总比买鞋的人还要多 宋之凡迎面替师傅做鞋 出货还债的同时 这上百双万人看来是做白宫的苦柴室 却意外让他快速熟悉这些流程 这算是因祸得福吗 我做白宫大概两个月左右 对 但是其实这段时间 你说有没有浪费时间 其实也没有 因为一般人家说鞋子要做两年 或者三年就是做学徒 你要做两年三年才能出师 师傅不在的 那些鞋子你随便乱做 反正做坏了扣的钱也不是你的 赚的钱也不是你的 那你就随便做 就是把之前的经验拿下去做 那你就变成实力了 那我记得我在跑市鞋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 就是带着鞋子去跑市鞋 所以一开始跑生意也是很长 我第一次去跑的时候 我摆两天只卖了一双鞋 当年未求温饱四处摆摊的日子 对于宋之凡来说都是人生体验 只不过一箱游子终究是要回家的 但一开始寻找创业基地 宋之凡对于自己的故乡基隆 不那么有信心 我一开始不相信基隆 那我就跑台北 那我跑台北之后 诶 生意还不错 然后刚好这间工作室 是我爸以前的补习班 对 然后因为之后少子化的关系嘛 所以补习班其实已经荒废很久了 然后我就回来这边 就把这个当做我的工作室 然后就开始我回基隆的创业 都说情不情故乡人 宋之凡在扎根后 总想着为在地打造属于基隆人的鞋子 除了依照不同鞋款定制模具 这一块呢 我们就是鞋头这一块 对鞋头这一块 这个模具只能做这个两鞋 对只能做这个 而且只能做这个号码 后跟这一块 这一块 这样就对大了 所以那下面这个桌腿 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我们是攀到里面的 所以里面也是看不到的 塞到鞋底 对 然后这一块就是前面的袋子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制鞋产业 宋之凡也跟父亲 研发DIY课程 让手工制鞋前进校园 他那时候知道我回来创业 他就想说 这个很特别 所以他想要把它融入教育 他那时候想说要上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叫小朋友 做一双鞋 我光做一双鞋要大的人上 更没有人来的上 那就是做小鸭子拳 要把手工制鞋的专业繁锁 浓缩成三小时课程 还得让大小朋友跟家长 都有兴趣动手做 其实不简单 两次 三次 夹在中间之后 这样子对你们看 大概看鞋子 我说我爸爸没有钱给你 你就尽量去闯 我们最多归零 最辛苦的时候 我记得在西门厅 就远远的偷偷看着我的孩子 那时候还没有女朋友 女朋友还不陪他 一个人在那边 有一对夫妇过去我好感动 我觉得他不需要鞋子 可是他竟然可以买两双鞋子 你知道他远远看到孩子 卖出那两双鞋子 眼泪快掉下来 从事教育工作的宋爸爸 也是宋之凡最好的工作伙伴 也是因为一路看着孩子 在制鞋这条路上创造的热情感动 让宋爸爸从怀疑 不舍到支持 如今营与伟傲 我去找他 他每次吃饭的时候 就买一个五十块的便当 然后我去我就要请吃大餐 我说哇你这么节俭 你为的是什么 他就是要坚持 我在教育三十年 我最喜欢就是教育 那看到小孩子跟爸爸妈妈 一起在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你会觉得很开心 都说人如其名 宋之凡的人生故事 或许恰如其人的频繁 但他的掌心温度与这些初衷 会不断创造脚踏实地的温暖